一个质量为M的子弹 这也不是质量为M的子弹 以速度V射入一个光滑水平面 这个平面是光滑的 上面有一个静止的木块 它的质量是大的 问题子弹射入以后它会迁入其中 就是打到它里面里面一起跑 什么意思 好 那现在问题下位技术何止正确 第一个碰撞前后动量手痕对不对 碰撞前后只多了一个什么 碰撞中是不是多了一个碰撞力 子弹对木块的碰撞力 可是依照牛的第三次动静力 木块对子弹也有这个作用力 所以整体来看怎么样 整体来看怎么样 这碰撞力属于内力 外力额还是怎么样 很等于0吧 所以虽然它是非弹线碰撞 可是它的外力额很等于它会怎么样 总动量还是手痕 好 A选项 当然它语音没那么好 它应该讲系统总动量手痕 比较好一点的 对子弹个别 对木块个别 都不能说动量手痕 要怎么看 整体看 好 第一点 第二点碰撞前后能量的观点 动能手痕是不是 这你就刚刚讲的 我们能量的观点的话 由功能定理 你的外力额很等0的时候 功能定理 你是不是外力的做工 会等于系统总能量变化 结果你外力额很等于 你是不是外力都没做工了嘛 所以你可以讲能量手痕 可是你要讲力学能手痕的话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你这个内力要等于属于什么 所以保守内力 你才可以讲什么 力学能手痕 保守内力指的是什么 像我们的万有引力 只跟位于有关的这些做工 只跟位于有关的万有引力 或理想的弹力 或者静电孤伦力 结果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指在各木块之间是什么 是有摩擦的这个 端进去的这个力量 所以这里它也不是属于保守力 不属于 所以它可不可以说力学能手痕 不行 但是你可不可以说总能量手痕 可以 那这里余裕的总能量是包含的 会产生的热能 简单讲一句话 碰撞前总力学能表示100 碰撞之后力学能分60 它表示你还有一个热能是多少 是不是40 你怎么算出来的 是不是还是利用总能量手痕 懂不懂意思 懂好 第一选项 牵由子弹的这个木块的速度 最后一起跑的速度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前面做过的 一起跑的速度是多少 最后子弹会碰到一起跑 是不是两个速度相同 更合体的速度会等什么 是不是VC 会等于直行速度 OK 假如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用总动量手痕去算 M1 V1 M2 V2 会等后来的M1 V'加M2 V' 两个V'合体一起跑一样 你就可以算做V'就是VC 也就是多少 是不是M1加M2分之M1 V1 M2 V2 因为这个是0 所以知道这样 所以这个是对的 懂不懂意思 一选项 若用一个十量可以忽略的青绳 钓着这个 那问你 这个牵由子弹的木块上升 打完以后它会怎么样 受到这个绳子的牵引 是不是会往上去 OK 跑到最高点 这时候速度会多少 最高点的时候 是不能再继续往上跑的 这时候速度领了这个问你 这个高度 是不是这样 怎么算 这个绳子的牵引 你对怎么样 我对于碰撞后一起跑 对不对 结果一起跑以后能量观点 它跑原本有速度 就是这个合体的重力位能 好 所以一样用力学能守恒 合体的动能转为重力位能 合体的动能 刚刚讲的 合体的动能 是不是2分级的什么 是不是M乘以怎么样 是不是VC的平方 所以等于什么 跑的高度的是重力位能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里消掉 你把这M乘以后 所以你就得到 你要求的高度 你知道吗 这个1带入2 你这个要求的高度 现在这里整理 所以等于2G分之VC平方 注意一下 不是2G分之V 不是这个V 是VC VC是什么 直行速度的 你要把这个再怎么样 直行速度这一项再带进来 所以2G分之 这个VC是带M加 大人加小人分之MV的平方 在这边 这样有没有问题